大家好,我是陈朗 这一讲呢,我们讲讲湿疹 现在湿疹的孩子真是太多了 湿疹的大人也是太多了 当然,爸爸妈妈有湿疹 孩子生下来,很多都会带着湿气 他会有湿疹 我治过最小的一个小宝宝 14天 还有我亲手给推拿的一个是 从30天给他推拿 中医呢,有这个 吃汤药的话,会有汗法、吐法、泄法 排这些病邪、支气 那么这个孩子呢,我开始就给他搓 搓又三软膏 当时呢,确实我没有太大的把握 但是呢,我发现什么呢 这个孩子,他全身像铠甲一样 长满了小米粒,小米一样的湿疹 开始一推拿的时候 这个孩子每一颗湿疹上都冒出一颗黄水 一滴黄水,黏的 大概给他推了一个多月以后 每一颗,他每天推啊,每一颗湿疹的头上是白水透明的 慢慢也就不黏了 那么就通过这种方法呢,让他把这个湿气排出来 但是真的太慢 太痛苦 孩子痒了呀,就在这个床上 他才三十多天啊 他就在那蹭 开始呢,我很奇怪 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这么严重的试诊 最后天天问他妈妈,审他妈妈,不承认啊 最后这个孩子的已老了,急了 你还不承认呢 你天天吃麻辣烫 加倍的调料 麻辣烫 所以这个,而且他确实他跟他爱人 两个人都有试诊 那么这个孩子 以后我会讲到备孕的问题啊 还有这个新生儿怎么去胎毒的问题 在后面啊 那么我就说这个诗诊 非常非常 看着孩子太可怜了啊 有的孩子慢慢长大了 他这个小手能伸到脸上就这样抓 抓自己,抓得一道一道的血道的 那么我还见过呢 就是有的 有的孩子呢 就是这个 这个脸蛋啊 红脸蛋 嘴唇全是红的啊 身上一片一片的这个红疹子 非常痒 那么用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三岁以下效果非常好 用的是什么呢 是清大肠和小青天河水 清大肠就是用泄法 往外泄这个湿气 所以你湿疹的孩子 你清大肠 你给他清大肠的时候呢 让他有点拉膝都没事 这是泄法 这是清大肠 那么 你可以呢 像 这个两三岁的孩子 清大肠 清半小时 李德修说过 毒血至 久推量 你只要辩证对了 你只要 学位对了 久推 就是通过清大肠 让他排 湿疹的孩子 大便全是黏的 充完满 充不干净 挂盆 沾盆的 那么要用泄法 把他这个 粘稠的 把这个湿气 要给他泄掉 另外呢 中医的理论叫做 猪痛养疮 皆属心 心经有毛病 心包经代之 小青天喝水 不必大青 小青天喝水 也半小时 他痒啊 他是疮啊 那么你就给他 也推上半小时 一般的是 好像是 一到两岁的孩子 一般一周 明显见像 好吧 当然 我还要加一个捏挤 因为青大肠 和小青天喝水 他都是青 啊 所以你要给孩子 捏挤 补足阳气 如果妈妈有时间 你还要给他 青补皮 啊 皮来回推 具体学位 看我前六集 那么 这是 三岁以下的孩子 效果很好 那么有的孩子呢 你可以 再大一点 你可以拿一个 补锈钢勺 给他刮大肠 往下刮大肠 小青天喝水 拿一个小刮沙的东西 给他刮一刮 我随便拿一个东西啊 比如说 不要尖锐的啊 就这么给他刮 涂一点油 给他刮 那么 这个是用湿疹的 湿疹的办法 当然中医还有很多的 外用的药 还有很多的 唇中药做的高剂 不要用那个西医药 用完了以后 全是激素 当时管用 但是事后又发出来 老用这个西医的 这个激素的药膏呢 这块皮肤就黑了 而且以后也没用了 涂完了 它还是发 啊 那么中医的这些 治皮肤冰的高剂呢 很好 还有很多洗的东西 配的什么黄白呀 这些东西都可以洗 但是我认为 要从里往外把它 表出来 这个是最根本的啊 当然我们也可以喝 红豆一人米汤 这个稍微有点寒啊 也是 让它排湿气 那么还有呢 就是现在有一个 用这个梅花香灸 用爱酒爱条 给它特别痒的地方 你就给它酒那个地方 啊 给它酒那个地方 像梅花香灸 它是需要打圈的 那么它就会在那个 炭火炭 就是香灰的地方 它会起一个包 一个包 一个包 这就是湿气 啊 你用这个一去酒 你就 它又治病又枕病 这个东西挺很有意思的啊 你去 酒一下 那个孩子 又解痒痒 又去湿气 当然还可以做一些 拉筋拍打的一些 我以后都会讲到啊 那么 特别要注意 一定要忌口 让孩子一定要忌口啊 水果酸奶牛奶 这个都要挺 而且一定要调理好脾胃 好 那么我再重复一下啊 三岁以下 两三岁的孩子 清大肠 小青天河水 各半小时 配捏急 小一点的宝宝 灼情要减一点啊 比如说 20分钟 15分钟 10分钟啊 那么这个 呃 可以用一些纯中药的洗剂 或者 高 药膏 这个可以啊 一定要忌口 不忌口 尤其海鲜和鲜 这个东西吃完了以后 马上就发 呃 还有一种叫前麻疹 或者寻麻疹 呃 那么发的时候 身上也大块大块的 风疹非常痒 双驱持 双血海 各按压十分钟 还有 这个应该是一边按一边就下去了 还有肚脐拔罐 就拔五分钟 一共就把五次 那个 风团就下去了 啊 这个我把前麻疹 也叫徐麻疹 一块给说了 就是忌口 忌口 忌口 好 今天就到这儿